迷彩我们通常可以在一些战车 比如坦克装甲车上面看到 可以帮助它们在复杂的背景环境下隐藏自己 但海面上的战舰一来体积庞大 二来背景单调 想要用迷彩来伪装自己应该是不太靠谱的 但在一战当中呢 很多的英美战舰甚至是商船上面都涂满了迷彩 而且还是颜色相当鲜艳 对比相当明显的迷彩 为什么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战一时啊 曾经是海上霸主的英国就在德国U型潜艇的威胁下 岌岌可危 他们赖以生存的商船队 频繁被敌人发射的鱼雷所击沉 尽管想出了很多对抗的办法 比如用军舰来为商船护航 给很多的船上加装声纳和深水炸弹 甚至是派出了飞机从空中定位U型潜艇等等 但收效甚微 直到一名艺术家前来救场 诺曼威京生 怎么还是诺曼啊 最擅长航海绘画和茶话了 恰好就在1915年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 他一去就发现了问题 这伪装船只怎么能用蓝色和灰色呢 即使是颜色再接近南天和大海 对于庞大的船只而言都无济于事 与其不切实际的想要隐藏 不如换个方法来彻底的暴露 用鲜艳明亮的图案来装饰船队 让敌人的潜艇能够更容易的发现自己 这是什么神逻辑啊 很多人会以为诺曼你疯了吗 但其实诺曼的主张相当的科学 这些被他称之为眩晕迷彩的图案 的确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一眼看上去晃眼镜 两眼看上去就完全不知道看的是个啥了 他能够打破船只的视觉外观 想象一下 一个U型潜艇里面的德国鱼雷手 通过潜望镜看到这玩意儿 能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 首先他很难判断出这艘船的准确造型 于是就无法得知它的具体型号 其次他很难找出船头在哪船尾在哪尾杆又在哪呢 而这些信息测距需要测速需要测量航向也需要 说到这我就很好奇了 即使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他到底该怎么从这些观测信息里面 计算出以上三个数据呢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测距用的是三角函数 在潜望镜里面有两个光路 一个叫做主轴光路 另外一个叫做旁轴光路 它们之间相互平行 间距已知 然后旁轴光路上面有一面反光镜 可以把旁轴成像反射到主轴成像上面来 所以在取景机上面 就能同时看到两个交错的图像 当旋转反光镜把两个图像正好重叠起来时呢 反光镜旋转的角度 就正好等于旁轴光路和主轴光路之间的夹角了 于是角度已知 底边长已知 想要求出另外一个直角边的边长 很简单吧 距离就有了 速度呢 有了距离 只需要根据一定时间内前往进跟踪目标时转动的角度 也就能够估计出来了 最后一个关键数据啊 方向该怎么得到 这个呢 就要根据判断出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型号的船只 再结合已经掌握的这艘船的情报来得出结论啊 一般是通过已知的尾杆高度 在测量视野中的船的视宽度来计算出它的 这个叫做方向角 有了这三个数据啊 鱼雷手就可以通过专门的瞄准距来对准目标发动进攻了 这个瞄准距又长什么样呢 长这个样子 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啊 假设潜艇的位置在A 攻击目标在D 并且呢 它正沿着第一方向前进 那么在瞄准距上面呢 将BC设为目标航数 AC设为鱼雷航数 ABBC之间的夹角设为目标的方向角 只要将鱼雷沿着AC方向发射呢 就能够在一点准确的集中目标了 所以要说谁是判断提前亮的高手 一战时的鱼雷手绝对是高手啊 当然前提是不要碰到诺顿的血 1917年5月 英国海军同意尝试使用诺顿提出来的障眼法 于是他就迅速召集了一批 由设计师、模型师和画家组成的团队 一边开始设计各种各样新奇的图案 一边将这些图案制作成模型 并谨慎地对其检验后交付给海军 到了1918年的年终啊 有超过2300艘船上 已经被涂上了眩晕迷彩 那它真的有把德国人给迷到吗 这个呢一直都很难去考证啊 有人坚称它一点用都没有 但又有另外一批人坚称它确实有用 但不管怎么样 有一批人绝对是被它给迷倒了 抽象艺术家们 好了 其实关于鱼雷呢 后续的故事还真的不少啊 你们感兴趣吗 感兴趣的话就留言告诉我啊 这样的话 我就有了动力专门来做一期了 我是火箭书 咱们下期见 是不是非常嘞 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